燕子去了,又再来的时候,杨料哭了,又再清的时候,桃花现了,又再开的时候,但是,聪明的,你告诉我,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? 是有人偷了他们吧? 那是谁?又藏在何处呢? 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,现在又到了哪里呢?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,但我的手却忽视渐渐空虚了,在默默里攥着。 八千多日子已,仅从我手中溜去,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,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,没有深夜也没有影子,我不禁涂层层而嫩姗姗了。 去的尽管去了,来的尽管来着,只来的中间,又怎样的匆匆呢? 早上我起来的时候,小屋里设计两三方斜斜的太阳,太阳它有角了,轻轻悄悄的挪移了。 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,于是,洗手的时候,日子从水盆里过去。 吃饭的时候,日子从饭碗里过去,默默时,便从凝然的,双眼前过去。 我觉察得去的匆匆了,伸出手遮挽时,它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。 天黑时,我躺在床上,它便凝凌厉厉的从我身边跨过,从我脚边飞去了。 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,这算又溜抖了一日,我眼着面叹息,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。 在逃去如悲的日子里,在千门万古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? 只有徘徊罢了,只有匆匆罢了,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,出徘徊外,又剩些什么呢? 过去的日子如青鹰,却被微风吹散了。 如不,被出阳征容了,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? 我何曾留着像有死样的痕迹呢? 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,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吧。 但不能平的,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? 聪明的,你告诉我,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反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